接下来我们就要邀请两位 就是我们临时抽上来的 网友给出的一些评价 然后你们就是回复一下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那你自己看 小崔是一个太极端的人 小崔是一个太极端的人 自律性异常强 做什么事就一定要做到极点 所以他活得累 更重要的是 这样的人喜欢把责任往身上揽 就算那不是他的事 就算那不在他的领域 但是不否认 小崔真的是个好人 这是他对你的人家 你怎么看 这个朋友应该去学做脱口秀 因为这里没什么逻辑 脱口秀主要是没逻辑 对 你看就算那不在他的领域 实际上他说我是外行 然后他说小崔真的是个好人 就是说外行在做 自认为是好心的事 就是个好人 实际上就是骂我呢 这个我还不知道 也不带这么脏字 你看 早晚你也得卖方便面 你 好 长得真相 刘代实 刘代实是 韩国版的炮男里面的 超像的 是很像 也很像植物大战僵尸里的僵尸 这太过分 但太真实了 对不起 你真实的事情要艺术地告诉大家 你应该说 哇 这太棒了 没有想到这是以您的原型来创造的 特别感动 终于见到僵尸的原型了 然后说虽然我也是外贸协会的成员 看你这么幽默 发现长相真的不重要啊 你怎么看这事 我觉得这位网友 这应该 买 配副眼镜 嗯 就大部分人都觉得我长得像王力宏 是不是吧 对了 所以大部分人都应该配眼镜 那我就不买方便面了 卖眼镜算了 不买方便面 等一下我们再看这个 非常不喜欢你如今的用词 难听 苛刻 不谦卑 感觉没有了初次相识你时的 谦谦君子的魅力 人说现在不喜欢你说话的这种感觉 比如说好好的聊着你自己 你硬要说 呸你早晚去买方便面 你看这说出了我们的心声吗 这不是 对啊 我知道这个人是谁 对 是我在大学时候谈的那个女朋友 哦 为什么一眼就看出是她来了 感觉也像 她当时觉得我长相也不好 然后也没有发展前途 什么的啊 然后后来呢 她看我发展得特别好 她又向我送出玫瑰 嗯 我直接把玫瑰当凉菜吃了 哦 刺儿也没拔 没拔 她现在是后悔 所以她用这种方式来表示她的后悔 哦 对 肯定是 应该是 应该是 必须得试了 我看是 只能试 只能试了 要不是的话就卖方便面去 我看也是 好 我们来看看啊 说老师早点睡吧 不要太操劳了 有些事情随她去吧 就是 大家知道我在网上跟他们论战 是吧 但是其实我们交不上手 因为他们是晚上12点之前骂我 我是夜里三点钟回骂 吵架还有时间差的 没有办法 我只有那个时候才有时间 而且那个时候不管发一个什么微博 你看底下的留言都是说 孙老师你还不睡觉啊 我是说你也没睡 你们怎么不睡的 我今天凌晨五点给韩寒发了一个微信 然后韩寒给我回的就是说 叔 你是起来了还是没睡 实际上我还没睡呢 很多人都对您有一些这样或者是那样的评价 现在了 到这个阶段了 到这个年纪了 您自己怎么评价您自己 以前觉得自己相当好 就像你们用了很多夸我的词 但是我真正下来仔细想的时候觉得前五十多岁是稀里糊涂活过来的 五十岁以后从现在开始才真正开始学着做人 我得等三十多年 对 你还要等三十多年 那我们这等四十多年那判不到头了吗 对 对